- 嗨,大家好,這裡是飛鮮星,我是Jason 新款的MacBook有非常鮮豔的招牌 - 瀏海 有的人覺得他非常愛眼 有的人則覺得他還好 每個人的審美觀不太一樣 看法自然就不同 那現在陸陸續續也出現了不少的應用 針對瀏海設計了一些特別的功能 今天我們就來介紹四款有關瀏海的應用程式 第一個叫做Air Slide 他是將瀏海跟AirDrop結合在一起的功能 只要將檔案拖拉到瀏海的位置 就會觸發AirDrop 在分享檔案的時候真的是又快又方便 比起原本要先在檔案上面 按右鍵開啟功能選單 然後再點一下分享 然後再點一次AirDrop來說 步驟簡化了不少 雖然目前只能從桌面以及Finder上面去觸發 但我個人還是覺得非常的好用 第二款是Top Notch 如果覺得瀏海在螢幕上方黑黑的一塊非常的突兀 安裝這款APP之後就會把瀏海兩側的狀態列全部都變成黑色的 這樣子在視覺上狀態列跟瀏海就會融為一體 看起來也會比較順眼一點 在設定裡面可以將狀態列下面改成圓角 這樣子就可以還原原本螢幕上面是圓角的風格 同時你也可以勾選只有MacBook的螢幕才有套用 這樣子就不會影響到外界螢幕了 第三個是老牌的選單列狀態管理工具 Bartender 這也是今天介紹唯一一個需要付費的 主要的功能就是在管理狀態列上面的圖示太多的問題 不常用的我們就可以把它先隱藏起來 有需要的時候可以很快的再把它打開來使用 就跟之前介紹過的免費的Hidden Bar是一樣的東西 但是在瀏海的影響下 像Hidden Bar這樣子的解決方案已經變得不好用了 因為隱藏的圖示展開之後只要碰到了瀏海 它就會消失不見 連點都沒有辦法點到 這個問題已經無關瀏海是否美觀了 而是已經嚴重的影響到使用者的操作體驗了 因為很多App都是靠狀態列上面的圖示來當作進入的入口 那如果這個圖示被藏在瀏海後面 那就等於這個應用你根本連點都點不到 造成你完全無法使用這個App 那Bartender在隱藏的時候 可以選擇改用浮動視窗的方式 那就完美的避開瀏海遮蔽的問題了 另外Bartender也有提供狀態判斷的方式 可以自動的去隱藏及顯示狀態列的圖示 像是Line如果沒有訊息的時候就直接隱藏起來 那如果有新訊息的時候再顯示出來 我自己是覺得這款App真的是相當值得付費 尤其是當年也有遇到像瀏海遮蔽的問題 另外他也有提供一個月的免費試用期 你可以先試看看再做決定 第四個是Say No To Notch 如果你真的非常不喜歡瀏海的話 你可以安裝這款App 將你的狀態列整個往下移動 不使用瀏海兩側區塊 回到以前的風格 啟用這個模式也順便解決了剛剛提到 狀態列的圖示被瀏海遮蔽的問題 那副作用當然就是上方的邊框 看起來會變大一點 那這個就看個人的取捨了 隨著去年 M2版的MacBook Air登場之後 也幾乎確定瀏海會跟隨著新款的MacBook好幾年了 如果你也有發現一些有關瀏海的應用程式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喜歡可以幫助到你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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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pha-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